不寄希望于事情按照我个人意愿的发声 而是希望事情顺其自然的发声 说到底呢 并没有谁应许过送给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all you have to really do is figure out your own framework 比起大曲观 我会更在意个人感受 前几天翻朋友圈 发现我之前真的是经常吐槽德国的生活 比如说什么地铁玩点了呀 或者各种繁琐的流程等等 可能标题说有点夸张 当时我以前可能也不算是真的讨厌德国的生活吧 但是这几年这种心态确实有很多改变 就是越来越觉得在德国的生活很自洽很满足 如果不是之前翻朋友圈我都忘了 以前还有对德国日常生活这么多的不满 所以今天就想说说我是怎么从当时这种 就是对德国比较负面的一种感觉 然后到现在这种自洽的心态的心路历程 首先的一点呢就是主动或者被动的远离各种烦人的事物 比如说我当时大概五年前吧 拿了德国的永居卡 我当时拿了这张卡从慕尼黑的外馆楼出来 真的对这张卡没有什么特别的喜悦 兴奋的那种感觉完全没有 我唯一的感受就是我终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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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再和这种楼里边的人打交道了 当然每十年当护照更新的时候还是要去更新一下这张卡的 但是平时呢就不需要 以前上学和刚上班那会儿呢 本身就是学业呀包括上班的压力很大 然后呢还老得时不时想着这个言签的事儿 然后言签你又得去预约 预约就又老预约不上 经常就是比如说早上六点钟去外馆局大楼门口排队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而且是在特别特别冷的冬天 就很烦 然后拿到永居之后这个烦心事就没有了 还有呢就比如说这边的公交系统也是经常不准时 我记得来德国之后学的最快的一个词就是得红 因为真的太长太长能听到了 现在呢我就不跟他支气了 就我基本上不做公交系统 我前两天出去玩又做了一次得帖 就是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做过得帖了 然后他果然又晚点了 所以说我真的不信任这些公交系统 我就不做 我出门就开车 然后呢离得近一点呢 我就走路或者骑行车 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远离各种压力源 包括制造压力和各种负能量的人 整天抱怨生活 抱怨社会不公等等 不是说不能吐槽 只是如果超过了一个界限 那我会主动选择在我们之间增加一个隔断 不想被这种负能量所影响 包括我在网上有的时候看帖子 如果太多这种帖子 我会直接点一个不感兴趣 就不想被推送这种负能量 第二个呢就是这么多年来 德语肯定是有所提升的 也更敢于维护自己的利益 以前呢很多事儿 要么是事前没有经验吃了哑巴亏 要么呢是事后也不敢 或者说不能去开口争取自己的利益 经常觉得自己吃了哑巴亏就很郁闷 在德国待久了呢就越来越知道很多事情的运行规则 也越来越不怕脸皮薄 就以前其实我也是经常倾向于发邮件沟通 就我很怕打电话 但是呢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我开始不害怕打电话这事了 而且我也知道就是很多事情 可能打个电话两分钟就可以解决 就可以沟通好 都避免了邮件一来一回这种效率很低的沟通方式 可能呢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用电话去交涉 才让自己越来越不惧怕这种场合 其次呢就是自己的思考行为习惯 也更加融入德国的思维方式 懂得并且遵守更多的规则 比如呢凡事儿提前计划从容一点 比如说需要某个机构的反馈 那如果遇到夏季的休假期 那我就会把这个等待的时间提前考虑进来 而不是到时候遇到没有回应的邮件干着急 比如呢不要在任何的文件上随意签字 如果签字呢就代表完全认同 它上面说的白纸黑字的内容 再或者呢知道了德国人的爱干净程度 自己呢也早已习惯了这种打扫方式 比如呢水龙头每次用完都会擦干净 不留水渍等等 这样呢退租的时候也比较容易 反正呢在哪个地方生活 就按照那个地方的规则做事儿 能做到这一点就少了很多烦心事儿 第四个呢就是这么多年 我搬了很多很多次家跨国 跨州 跨城市 跨区域等等都有 自己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强 其实每一次搬家都有对以前的居住环境 或者住所有留恋的地方 比如说一个很棒的瑜伽馆 或者健身房 或者情有独钟的咖啡馆等等等等 但是我发现呢 我会越来越快的发现新住所的优点 越来越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一种期待和开放的态度 而不是总想着过去 总体而言呢就是 我会更关注我能从已有的环境里最大化的去做些什么 而不是总是去想着 哎我怎么没有这个怎么没有那个 第五个和之前相关的呢就是住所的升级 从学生时代合租房 再到后来开始自己一个人住 但是只能住那种二十平的studio窗户漏风那种 再到现在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能源等级相对较好的房子 当然了也是因为我搬过这么多次家 所以呢知道怎么去看什么是好房子 像我喜欢在家听歌刷剧看书的人 住所的舒适度对于我对这个整体生活的满意程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住不好就会觉得生活一团糟 第六点呢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跟德国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 就是我本身对待所有事情都更接纳 越来越深刻的意识到没有完美的地方 我在以前的视频里有讲过 在德国的这些年这个斯多噶的思想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看过很多很多斯多噶哲学的书 然后去实践心理上也更加自立 不寄希望于事情按照我个人意愿的发生 而是希望事情顺其自然的发生 这样的生活就会很平静 以前看陈家印的《走出唯一真理观》 觉得他写的一段话放在这儿挺有共鸣的 他说就是狄更斯的那句名言嘛 说什么我们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他说呢不管好坏你生存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 你就要在这个社会现实里去建设你的良好生活 当然这种建设是包括批判和改造的 不过呢我们应该留意不能让批判流于抱怨 尤其是不要因为习惯于抱怨而放松自己放松自己 说到底呢并没有谁应许过送给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包括比较敏感的难民问题 就很多人说德国近年越来越多的难民 就稍微说一下这个话题就是我对这件事 其实从一开始的态度就是不抵触不介意 或者说其实我对周遭大环境是比较顿感的 因为是这样的我自己是因为喜欢在德国的生活 所以我选择长期在德国生活 那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权利去选择他想生活的地方 我完全没有权利去介意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完全没有bother到我 最后一点呢如果想说其实可以讲很多 但是不太想在这个视频里展开太多 就是individualism对我的影响 在欧洲生活这么多年比起大局观 我会更在意个人感受 其实很多西方文学作品包括这边的社会形态 并不是指鼓吹个人主义的 比如我之前提到的我相对认可的哲学理念 其实也是在鼓励work for the common good的 只是我自己认为我有必要在规则和法律的允许范围之内 都为我自己着想 降低道德负罪感变得更自私 这样呢也可以更多的理解别人的自私 十年之前我来欧洲之前 我当时写过一篇博客 然后前几天我又发现了这篇博客 当时呢我是看了一个TV的演讲 叫How I hacked online dating 我当时呢就在博客里写 就说这个演讲的演讲者 让我相信高智商爱折腾的女性 总会找到合适自己的生活状态 然后里边有句话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当时就记下来了 这句话这么说的 All you have to really do is figure out your own framework and play by your own rules and feel free to be as picky as you want 这样看来了 好像这十年在欧洲的生活 我一直其实是在践行这样的生活法则的 好了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吧 其实真的有很多有意思的话题可以展开讲讲 如果你有什么观点想法 或者说你想听听我对某一个话题的 我自己的一家之言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 下个视频见